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1月7号星期四 昨天澳股市场因为美国政治事件在前 所以率先有所调整 但是在众多板块当中 锂店板块继续火热 如果对于接下来 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逻辑是正确的话 那澳股当中依旧大有可为 在接下来的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将会是我们参与澳股投资者们的最佳布局时段 昨天香港恒生波动正常 中国A股的表现继续强势 在众多板块当中 A股之中的造纸板块 昨天状态火热 昨天美国市场当中最大政治事件吸引全球目光 因为牵扯到新旧政府的交替 所以游戏规则的改变 势必将会触发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之上价格的变动 科技巨头们的股价开始有所调整 但成凤股更为复杂的道琼斯指数则表现强势 在众多的上涨身影当中 美国的金龙板块表现优秀 昨天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国会山的外部 川普支持者群情汹涌 美国成为第四个被国民公录国会的国家 川普的支持者们在国会当中进行了一个打杂的激烈场景 在过去12个月的时间 美国成为第四个被民众公录国会的国家 另外三个分别是马里亚米尼亚跟卡吉克斯坦 因为政治事件的尘埃若定 所以资本市场上依旧会有机会可循 昨天在美债市场的波动 从而触发了黄金价格的调整 但对于黄金的大方向 我的个人看法依旧不变 大家可以通过电话跟网站的方式 跟我们取得联系GoMarkets一直都是您 投资交易的首要选择 我是GoMarkets的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